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森 扮球均爭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康正 現在就開聲 推背圖向美國大選 話說早兩個星期 啤梨就是這個 做理論的中國人 推背圖說會預測到 推到 習近平是中國共產黨 最後一個主席 之後就行總統制 不知是否習近平做了總統 推背圖說這個厲害 之前都推過幾次 推到奧巴馬成功連任 當然推背圖那些字 是任你刷 給你去議任 給你去講 每一家各法都不同 上一次他就成功 預測了 推倒 推背圖 推倒奧巴馬 連任 瘦也是馬 奧巴馬也是瘦 2008年12年他更小 甚至是今年初選 他都推適了希拉里 就贏了川普 最後特朗普就擊敗了克魯茲 他又如何推倒 2016的美國大選 當然我主要是說大選 就是推背圖 他就說特朗普就將會當選 推倒奧巴馬 但這件事 因為特朗普是推倒奧巴 但這件事 都是未夠誇張 他還說什麼呢 特朗普當選之後 就會被選民刺殺 就是被人行刺 這個就是他的推背圖 即現在他的畫面 正在解釋他的原因 我當然不會詳細幫他分析 聽聽就算了 結論就是特朗普當選 總統回答很快就被憤怒的選民殺死 之後當然 他的句話是錯的 為什麼呢 他說當他被人行刺之後 由第二高票的希拉里補償 是不會的 在美國的制度 都不是重選 你總統死了 是副總統的嘛 第一位繼任人 就是副總統 就是了 所以我挺肯定的推背圖 我不管你預計 特朗普當選也對還是錯 你說他會被人行刺 我也當你挖中取重選 他沒有機會 在美國說真的 大大小小總統被人行刺 最少八次 四次是成功的 最出名就是金賴迪的事件 所以特朗普被人行刺 也不奇怪 但是他死了之後 由希拉里補償 這個可能性是0.001 我主要說美國大選 想說什麼呢 因為最近美國大選 其實你看他的民情 誰會贏呢 其實你去看外匯 例如你墨西哥的披索換美金 如果是越低 就表示 人們覺得特朗普贏的機會就越大 如果外匯積高一點 就等於人們看好希拉里 因為通常是特朗普贏的人 因為覺得他繼時炸彈 他又不知會立什麼政策 於是外匯就會低一點 最近墨西哥披索換美金 又應聲走低 表示人們又看好了特朗普的勝算 為什麼突然間特朗普在這麼多醜聞 尤其是非禮性騷擾的女性之下 又在論壇表現這麼差 當然網民的意見就不同 但主流傳媒覺得他表現又差一點 民調又低 為什麼突然間特朗普會被人看高一線 除了推表圖外 也有預測開未錯過的專家 足球版有八爪魚對保羅 美國也有一些專門推測 美國大選的預計 都說特朗普會贏 原來最近有個調查出現 上星期 就是一個彭博新聞的調查 他說因為特朗普在搖擺州裏面的大選 的民調 優勢是比希拉里大的 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大選 要拿到270張選舉人票 其實在搖擺州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有很多州我肯定是民主黨會贏的 或是一向共和黨會贏的 除非有很大的轉變 否則都不會 今次特朗普和希拉里 雖然兩個都很認真 大家亦都會選一個 沒有那麼討厭一個人當選 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票員是很不同 特朗普是離子基層低學歷 白人 希拉里是少數族裔 高學歷甚至高收入 很多貼票甚至婦女票 但這些主要在搖擺州有影響 最大的搖擺州是東岸那些州 賓州是否是搖擺州 也是 其實最主要有10個搖擺州 譬如科羅拉多 佛羅里達 愛荷華 北卡羅勒 新布漢習爾州 奈華達州 愛荷海俄州 賓州 那些州是10個最重要的搖擺州份 大家見到有些預測 希拉里未計到這10個搖擺州份 合起來會有150張選舉人票 而暫時在特朗普拿191票 是共和黨一直很穩定的州份 希拉里最多的加州有55票 加起來有197票 要去到中間270票 其實就好看灰色搖擺州份 誰知在特朗普其中6個搖擺州份 是有優勢 包括愛荷華 俄開俄 緬欣州 佛羅里達 內華達州和北卡羅勒州 而佛羅里達最關鍵 因為他有29張選舉人票 在圖的右下角 而上一次小布殊 雖然在總得票比戈爾少 但因為他拿到佛羅里達州 結果就是贏了戈爾 這次暫時可以回來 特朗普竟然可以在搖擺州 雖然在這麼多醜聞之下 都可以開領先 而特朗普開始轉了攻勢 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 所以才出現菲律賓的事件 即是杜特爾 你重返亞洲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棋 菲律賓完全失敗 結果不知道他有沒有退後聽 就菲律賓的事件不斷攻擊他 兼著菲律賓的預測 其實我和亨利看法不同 我和陳博都說杜特爾是跳草裙舞 亨利說杜特爾一定是和美國對國籍 但你看菲律賓最近的杜特爾說 中國是我們朋友 但我們去到日本 面對著安培晉三時 他都說日本和美國都是我們要合作的 都說這傢伙跳草裙舞 拿你的鼓滑仔 我自己說的 有些論述我未必救亨利來 但說這些國際預測 我絕對不會輸給他 這些是小國求全之道 每樣都貼下 這裏有好處就拿 拿了他的好處 我貼了你的對家給你一些好處 我才回來 類似是這樣 另外亦會攻擊他 電郵門事件最近有新報告 希拉里陣營說不是 你們這些政府部門要政治中立 在大選之前是不會公佈任何所謂的報告 或者亦都沒有新的進展 是影響到任何一位候選人的選情 但那邊就反駁回來了 雖然你說我們好像不合規矩 但你亦都反駁不到報告中指責你的內容 你希拉里 你不要轉移視線 兼許有些不幸的 就是最近的維基解密 當然是簡時間公佈 說了他去摩納哥收了12萬的籌金 去專門唱好摩納哥 或者亦都說他之前在克林頓的 說說家羅溫斯基事件 他們家作涉嫌用特權 就不讓傳媒去講 亦都是很大的醜聞 不過說特朗普最近也不知無緣無故 去攻擊希拉里的外交政策 但其實特朗普都是外交白癡 他說希拉里在敘利亞立場太強硬 會因此和俄羅斯的不滿 就會爆發核戰 因為俄羅斯有很多核彈 就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首先無論對著ISIS 或者對著敘利亞 尤其是敘利亞立場 我都說希拉里太軟弱 你應該是很深入介入的 只不過美國最大的問題 外交是中東 就是你不會善後 只要你會善後便可以 但因為美國經常說 你不要投入 我們的經濟都不太好 你投入這麼多錢 這麼多軍備在中東 對我們國家經濟不太有利 於是外交政策先不敢強硬 即有些投鼠幾起 特朗普我都嫌棄 你軟弱 你竟然說人家會太強硬 即是這件事 即是完全證明特朗普 都是外交白癡 我們再看看南韓又發生什麼事 在南韓被指乾淨的總統朴錦衛 親信崔順實已經反抵首異 他說會配合調查 並且對引發爭議向國民道歉 私下聲道道 親信乾淨醜聞的主角崔順實 朝早反抵南韓首異 他的律師說崔順實會主動接受檢察部門調查 但因為疲累和健康欠佳 希望健康給他一天時間休息 崔順實對自己引發的爭議向國民表示協議 崔順實之前一直在德國 他否認乾淨指控 更加說精神受到打擊 要留在德國醫院接受治療 南韓檢察部門繼續調查和搜證行動 做到清瓦台要求搜查 但被拒絕 檢方星期六突擊搜查 朴錦衛多名現任和前任助手的辦公室和住所 拿走了一些電腦和文件 難道清瓦台搜查被拒 只是獲提供一些文件 60歲的崔順實是朴錦衛多年好幼 被指涉嫌審閱朴錦衛港稿 接觸到國防等國家機密 又利用朴錦衛的關係 迫使大企業注資兩個財團 然後挪用資金 以及走後門 被女兒考入尼花女子大學 乾淨醜聞越演越烈 朴錦衛的支持率跌破兩成的身低 超過四成人要求他下台 即使他公開道歉 又下令十個幕僚辭職 也無助平息民憤 首爾周末晚上有過萬人示威 要求朴錦衛下台 在虎山等大城市也有類似集會遊行 發起示威的團體聲言 抗議行動會持續兩個星期 朴錦衛政府面臨空前危機 南韓三大政黨 星期一會開會雙套對策 分析認為 反對黨可能只會要求朴錦衛改組內閣 不會逼他辭職 因為如果在兩個月內大選 他們未有把握勝出 NOW TV記者施嘉誠報導 你怎可以這樣做 還有 竟然政府部門 依求協助調查 你是拒絕協助調查 整個青亞台 即是總統府 另外就是 有甚麼可能這種趨信實 回到南韓時 你有這麼嚴重的罪行 警察不是第一時間去拘捕他 而是說我精神不好 想休息 你一日時間休息 其實他表面上是想休息 實際上是利用這二十四小時 去銷毀證據都可以 你怎可以一個國家這麼離譜 即是南韓都實行了民主這麼久 你見到是想不到 到現在都還可以這麼離譜 除了你一輸送 又走後門 和大財團治國 很多東西之外 你見到總統府是不知所謂 現在又說要成立中立內閣 很多幕僚對辭職都沒有用 因為你不搞好制度 你不再容許這些總統可以 這麼大權力可以給親友 其實搞不定 這個令我有一個感想 早兩年 江南style那首歌不是很熱的 其實那首歌是 諷刺著 你南韓表面最繁榮的地方 江南地區 紙醉金迷 其實內裡都是一團糟 你看看Samsung近年就是了 我坐飛機 我坐飛機 在入禁區位 大大張寫著 Samsung 六七 不可以上飛機 我作為一個客人 我管你是不是六七 總之是Samsung 我又覺得Samsung 不可以再買 你想想一件事 就是當年 就是 朴槿惠的父親 朴正熙 是吧 就是當年他一個很爭議的總統 但是他有一個政績 他就是把南韓 還有一個 一窮二達的一個地方 慢慢令到他經濟起飛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他對一些財閥的包容 令到慢慢慢慢韓國 有今天這樣的地位 但是你看到他這個整套制度 對今日仍然是 他當年朴槿倚賴了整套財閥 南韓經濟家不棄 因為經過了兩代 你整晚他獨裁的統治也不太好 去到他都獨裁 他想搞好 唯有依靠財閥三星現代 結果依靠他南韓 就變成亞洲四小龍 但同一時間 就給了這班人 控制了朝野 所以制度上又有些什麼問題呢 今次有些人有些陰謀論 就是因為南韓 總統是不可以連任的 只有做五年 於是博金偉 我只做五年 很多事我也想去實行 五年不夠 於是提出修憲 就是希望總統可以連任 其實這項目是OK的 但走的時候就爆出這些醜聞 有些弟弟 舅父 叔叔 甚至他的朋友 這個吹信實 拿很多機密 甚至成立很多基金 去掏水 你輸送 甚至在政府拿遙跡 再加上你博金偉 之前在金村 就說那些藝人 任何在四月號事件 醜聞 去反對政府 都不會再用封殺你 活該你死 於是就趁這些事 再攻擊你 就希望你不會修憲成功 雖然有些陰謀論 但無論有沒有陰謀 你博金偉 你就是拆了 你利益 是要被人搞的 另外說說中國的新聞 紅秀署要去見習近平 台灣 香港很多人罵 你這樣就投共 四海那是贊的 不過我其實有點不明白 我都要問一下四海 其實你國民黨現在是在野黨 立法院都是民進黨統制 你跟習近平實際上 你不能賣台或者沒有什麼交易 因為你沒有權力 也不是立法院的多數派 可以跟習近平交易到 雖然你去之前都做到民調 像是淺藍 淺綠的人都OK 就不是很反對 而且台灣這些觀光業 那時候就很蓬勃 又依靠了很多大陸人 結果現在錄影上台之後 就差很多 很多觀光業的老闆 都叫救命和員工 希望你執政黨不做 就在野黨做 就可以談一下 也是的 但我不明白 你在野黨 都不用這麼快去見習近平 我相信 就要先看清細 當然他受到不少觀光業的壓力 但最重要是你不受到 因為你台灣是國與國的身份 中華民國 就算你在野黨 都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不要失去國家尊嚴 就OK 他現在不是以黨與黨的身份 應該兩個黨的合作 因為你國民黨 這個黨是廢 唯一依靠 跟共產黨仍然可以聊天 兩岸有溝通 你相對蔡英文主政的民進黨 就沒辦法談 他唯一依靠這件事 他還有甚麼可以伺著去談 和和台灣人交代 就是為了這件事 因為他上去都是熊秀署作為 我覺得好一點的時機 因為蔡英文都會 其實人都遇到會有集賽會 讓蔡英文先見完 你熊秀署再去都未遲 因為你在野黨 立法院又不是多數 他其實有甚麼權可以去談 沒有 所以那些人說 如果你說熊秀署買台 其實跟當年劉慧卿一樣 他沒有東西好賣 你說我賣港 我有甚麼好賣都沒有權 他純粹是為了自己 增大一些人氣 為了為了自己的黨 增大一些人氣 見蔡英文上台幾個月 又不見有甚麼政績 有某些人有那些女兒 當然旅遊業 反過來有些人就開心 因為多了很多香港 日本 其他國家遊客 你這件事是兩體 有些人也罵 你買英九放了這麼多大陸人 現在一次過減少這麼多 大陸人也不來很多 令到我們突然間 適應不到 叫苦連天 轉型也不是那麼快 你買英九搞出一隻大頭髮 你蔡英文不收拾 你和壽署都應該收拾 有些人有這樣的意見 所以他才去 我們只是想分享一下 我上個禮拜才去完台北回來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整個台北市 又清靜 吃東西又便宜 周圍都可以有東西吃 一閒幾時沒有了 大陸人的黃蟲和你爭 大家真是去一下 我們真是救一下台灣 如果你說台灣是怎樣 香港人真是去一下 3月客家佬就會搞台灣旅人團 另外陸中全會少少總結 就是習近平是否大獲全勝 還是得勢呢 我就說如果他的權力這麼穩 就不用做過這麼明顯 就像當日鄧小平一樣 胡耀邦趙紫陽是國家主席 或總書記有甚麼所謂 我習近平誰連聽證 我根本就不用說那些人效忠鄧核心 不用說這些事情 當然習近平就沒有得跟鄧小平比 但是你看到在律中全會之後 因為今次要成立習近平同志為黨 核心的黨中央 整班人包括中央軍委 山東省委、港西黨委、江蘇省委、山西省委、山西省長、李鴻忠、天津書記 西藏黨委、青海黨委、陳文義、四川、胡春華、浙江省委、拜金潮路、黑倫光什麼都好 全部地方甚至軍委都表中 分別都是這些文章 堅決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 衝生擁護堅決維護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 在思想上擁大核心 在政治上維護核心 緊密團團結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周圍 說到很多時候 很恐怖 堅決維護以啤梨哥為核心的啤梨晚報 就類似是這樣 你看到有這麼多省地方甚至中總部 中選部 有很多本身都不是習近平的勢力部門 加上軍委都發表這些宣言和文章 都表示 縱使習近平的權力沒有當日鄧史平那麼強 都大獲全勝 然後歷史環節先播一段片 然後想問一下 一閒就談一下樓士文肯明的事件 郵輝 特別是 《月 saying》 河瑋告白.燃 ef 終於我都我們了 少少疲れました 宝刀や関羽殿に会ってこようかな ならぬ ソラカはまだ死んではならぬのだ 生きてくれ もはや策略など狙うともより ただ私と共に 私は本当に肯定 君が起こることはない だろう わんはやはり見到真三角無双的片段 たくさんの歷史環節 たくさんの歷史の言論 例えば 例如 秦始皇有沒有焚書省餘 武漆天那麼多功勞 功高蓋勢 為何會立個無子卑 甚至雍正究竟是否被呂四娘殺死 雍正奪的有甚麼優勢 越來越像蕭山的環節 甚至是否真的出家 為何在北朝時代 那麼多皇后會做了離孤 很多事都可以說 但說歷史上相信大家最熟悉的都是三國 不如有三國先說 因為一行經常說諸葛亮不是忠臣是奸臣 但說諸葛亮 我想說下一集會說 我想先說劉蕾 為何突然想說劉蕾 因為最近微叔有一個叫趙雲不是新的 我都看他的東西 馬超我知道是在哪裏製造的 還有一個劉蕾 劉蕾就是串千年新政才學計劃 他們是劉蕾來的 扶不起的阿斗 大家有些人叫阿斗 於是開始有些人爭吓 我看到在Facebook就說劉蕾其實不是那麼廢 剛才那段片 美化了他 好像美化了他 你就是美化劉蕾 有些人說劉蕾不是廢 劉蕾都主政了差不多三十年 在他主政後來就算諸葛亮死了他之後 熟國都沒有出亂子 甚至你熟漢都正通到人和都可以 雖然後來就被魏國就被鄧艾 中會那些就滅了你 又對比吳國 你宣權死後尤其是最後的君主 他兩個兒子又不行 宣良是宣憂 最後一個宣豪 真是暴君 雖然有些人為他平反 其實他也有些強政勵志 有些改革 如純精他一樣 純精有優寡斷 晉武帝亦是殘暴荒淫 但他出政初期亦有些好事 譬如晉武帝又有兆康 知智純精都曾想光復明朝的偉跡 但劉蕾究竟李一行 他是不是廢人扶不起的阿斗 一朵垃圾 還是歷史對他有偏見 很簡單而已 你都有提過之前那些文章 你說他落不思索 有些人說是假的 沒有這件事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已經做了家下囚 但別人都給你一個安樂工 別人問你還顧不顧著你老家 難道你真的哭不顧著說是乖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了保命 死一個不是你 你還有一群老婆子女 大神跟著你的 我看過這件事 當然小時候 第一個私人為了這個人 很疼的很廢的 是 但到我 到大一點 不是 做人為甚麼 為了安樂工 這個稱號又真的挺好的 做人但求安樂樂 大哥 現在有個安樂茶飯給你吃 你司馬超都代他不薄 有酒給他喝 有歌機給他看 難道他跟你說 就算你真的想平反 你真的想復國 你都私底下做 你不會說 我今天跟你說 哎呀我扮了 他爸爸也是這樣 但他最後完全沒有做到 那沒辦法 你那個時不與我 還有第一件事 你說扮東西他爸爸也試過 都試過落不私屬的 那個故事就是說 那時候還沒有 許配過妹妹給他 孫上香 孫上香 去到做女婿 快快樂樂 他都不想回家 忘記了回家 甚至每個月孫上給他很多錢 是呀 但那時候是專心辦事 令到周瑜對他的防備小 結果當周瑜防備小之下 就乘機偷走回京州 是可以這樣說的 大世紀三國演義的版本就是 他不想幾天再回家 接著朱國良就特意派趙雲 喂主公回家了 朱國良給了三個錦梁 趙雲 其中一個 如果劉比死都不肯回去 即是落北施荆州的時候 你會怎樣 開錦囊叫劉比走 另一個問題我想說 當然 你以我作為一個國家一個屬國 我要立國 你可以這樣想 你覺得這個沒有出色 但我反過來 作為老百姓的角度 我開始反思了近年 你朱國良下下說 有機會我們再講中家的問題 有機會這集不要說 但你朱國良下下說不發 對老百姓是否一個好的事件 即是農民雙才 喂 你什麼書甲勞頓 尤其是你在西村拿很多糧食 要運到看中座的遠點 其實旗山 有些是走很遠 即是你朱國也不用發明 那隻 木牛牛牛馬 其實你地盤那個手推車 其實地盤現在都用著 那個手推車 喂 你做這個所謂不發的動作 是否對老百姓是一件好事 即是我是開始反思 未必是的 不是純粹為了你那個 漢的那個名 不過即是劉善 他不是那麼廢 但亦都不是聰明 為什麼 他最聰明就是 他當時最初執政 當然是你朱國良的年代 他亦都反不了你朱國良 於是 他當阿富 劉備在林宗前就叫他 你朱國良 就算我想反你 你朝中有這麼多 朱國良提拔的人 尊心於你 不會聽過他劉善話 我也都反不了你 死了之後 他就知道 我權力 不可以讓一個人說了事 誰真的拿血 朱國良還是我 趁朱國良死了我就聰明 他這下是聰明的 就廢除了承上制 就找大將軍大司馬上書令 即是三權制衡 即是掌握 被委和董允 三個就互相制衡 結果亦都不會再出現大權旁落的事件 我劉善就真正可以執政 但亦都有一些人說劉善是有兩樣罪的 一僵為十一次不發 但你每次給他都得過幾千兵 要不就不要給 一給就給多些 那他就可以成功退北伐 浪費了僵為之餘 亦都令到資源更差 要不就不要打 第二點就是 例如你說劉善那三十年 都正通到人和 但之前朱國良幫你打好基礎 你消歸曹徐 他主要不是有大問題也不會太差 即是他一個守城之君 是的 去到晚年你都去寵信 宦官皇后些朝政都開始差 不過幸好 魏就免得你快 如果不是你遲早都會 好像那些孫好那些一樣 都是敗家仔 所以我看劉善就是 他沒有大家說得那麼差 亦都不是說到大家那麼厲害 但他如何去控制權鬥 或者不讓自己的大權再旁落 即是這些權鬥術 他是不差的 但如果這樣說 其實應該這樣說 他的求生技量都其實高 即是他有小聰明 但沒有大智慧 即是他一定沒有說 劉備、曹操那種 開國、打天下、創業者那種 但亦都不是說那麼差 譬如你晉武帝 雖然說你晚年差 但小康支持 也都是為西進有好好的基本 一個晉武帝 一條弱子仔 何不赤肉味 歷史而來 你這麼聰明的父親 都說你這麼多人 你仙馬家族 你偏偏傳到 很廢的晉武帝 這個都可以說 劉善 我自己看就不是那麼廢 當然也不是好 你知道朱國良 你反他不容易 你連他洋移這些人 突然彈出來 都可以掌軍 因為魏賢妒忌揚而被朱國倫殺了他 就見到劉淺奪取肯明的權力很難 亦沒有這個必要 但後來朱國倫死後 他都懂得消歸曹徐這件事都不差 不過當然他亦不是為他平反人說他那麼聰明 今集時間差不多 後來見到奧斯卡 明天繼續去啤梨漫步 今集時間差不多 好 再見 今集時間開始充電 啤梨漫步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點至八點